大家好,我是老刘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长静跟短静这两个东西 他们两个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件其他的事情 就是说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看了一下我YouTube后台 然后翻到了我这条视频下方有一条评论 它是这么说的 你发静一直没把静完全发到双手上 头颈部震动幅度过大 这很危险 然后我看了这条评论之后 我就去看了一下我这条视频里面打的几个发静 它说是没有把静发到双手上 但是我的理解是你发静只有一个利点 要么是左手要么是右手 不过就算是一个利点 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吧 可能是它的功夫比较好 不过头颈部再晃 我在这条片子里面应该提到过 就是之前打的发静 头颈晃的比现在打的还要厉害 现在已经没有那种很大的幅度了吧 不过他这么一说 我就感觉他还是挺好的 比较关心我的吧 在这先谢谢一下那位朋友 我也回了一下那条评论说谢谢他 我呢是很喜欢这种能够指出我问题的评论的 但是我在这里呢想拜托一下大家 就是您在指出我问题的时候 可不可以把您认为一些正确的东西说出来 让老刘呢也有一个进步的空间 有一个改正的机会吧算是 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在你练权的过程中 遇到别人指出你问题的时候 你首先啊 我感觉还是先要扪心自问一下 你学的这一个东西有没有问题 你感觉你学的东西没问题 那么你就继续坚持下去 你练了这个拳 你不可能取悦得了所有的人 不同的武术之间 它肯定是有区别的啊 就算是同一个权种的 不同老师教出来的东西 它也是有区别的 所以呢 我也是不会因为这一条评论 而去有一种自我怀疑的感觉吧 就感觉我练的东西不对 或者怎么怎么样 那这条评论的问题啊 我们就先聊到这 我们接下来进入主题好吧 其实不管是长进还是短进 总之最后啊 它都要练成一个整进才好 才能用啊 对于长进跟短进这两个东西啊 当年在陈下沟是有一件事情发生过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 就是我也忘了 当年是谁为了让谁啊 尽快的出功夫 才把这个架子放大 把进放长 其实这个样子 出功夫稍微会快一点啊 因为长进这个东西 稍微容易打一点啊 有朋友会问啊 如果想练短进的话 那么是不是一定要先把长进练出来 逐渐的把这个距离缩短 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是不这么认为啊 因为当年在青霞沟练小架的那一批人 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练过这个长进 他们一开始就去练这个短进 对不对 所以说你如果喜欢短进啊 那么就用短进的一个练习方法去练就可以 如果喜欢长进的话 那么你就用长进的一个练习方法去练 不要问哪个好或者是哪个不好 你练好了 他都好 你练不好都不好 就我们上支来说 长进对于手臂的这个曲伸是有依赖程度的 你如果没有这个曲和伸 你这个进是很难出来的啊 我个人理讲啊 就是你前期要依赖这个东西 但是你到了后期都要走这个伸法 用伸法去催你这个手 如果说你的长进到了后期 依然去依赖手臂的这个曲伸放开的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打一辈子你的伸法都上不了伸啊 至于短进对于我来说啊 我感觉是挺好的一个东西 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吧 因为短进这个东西 一开始对伸法的要求就很高啊 你一定要先有自身的一个伸法配合好之后 你才可以把这个进发了出来 大家知不知道短进跟长进 其实他们都是要有这个曲伸收缩放开的一个过程的 不过短进它不是用手臂的一个曲伸放开的一个过程 它是用我们的伸法去曲伸去放开 其实我老是说伸法伸法 这个伸法到底是个啥 对于小架权来说啊 伸法就是我们的当跟腰啊 你一定要配合好 短进它也只不过是把长进用手臂这样收缩 放开的这一个用力方法 直接扳到我们伸法上来了 其实啊 说的再白一点就是 我们小架权里面的续进也好 发进也好 它都是在锻炼我们两条大腿内侧 延伸到根部这条韧带 这个是很关键的 续进就相当于是长进里面的这个收缩 发进就相当于是长进里面的这个放开 所以说啊 小架权里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理论 什么禅思进啊 是不是啊 合前当开后当啊 是不是啊 转观啊 对不对 助阴不助阳 助后不助禅啊 对不对 这么多理论都是在让你练它这个地方 我这么说大家应该能理解什么是短进 什么是长进了吧 你看我们长进这一个收缩放开的这一个幅度 是不是够大啊 但是我们短进呢 它这个地方当这个地方 它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幅度 我在这条片子里面跟大家说过哈 它的幅度再大 也不过就是几厘米的关系 所以说这个问题 我感觉也是台圈里面有什么 大圈啊 小圈啊 无圈啊 这么一个理论吧 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哈 这个就是我对长进跟短进的一个理解 长进是这个地方 幅度大 范围广 短进 幅度不大 范围不广 就这个东西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当时在聊拳的时候啊 一直在说 守住你后脚的进 是不是 转观过来 发进的时候 合前当 开后当 一直都在说这个东西 就是为了让大家学会 太极船小架里面的一个用力方法 也就是那个短进的一个用力方法吧 就是用伸法去打这个发进 不是用手臂去打这个发进啊 呃 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打出来短进之后 长进自然而然也就出来了 因为你长进 你只需要把这个手臂的伸缩放开 加进去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熟悉了个一两分钟 其实也不用熟悉一两分钟 直接想打就可以打得出来啊 就就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 我感觉也是当年 为什么这个太极船 密不外传的一个原因吧 其实它密不外传的 并不是说它的架子呀 它的架子怎么比划 让你比划去不就完了吗 这个东西无所谓啊 谁都可以学 密不外传 不外传的是啥 其实就是这个 当啊 腰啊 怎么开怎么合呀 什么陈丹田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这一点一点的小东西 组合在你自己身法上 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身法 这个东西是 当年不外传的东西吧 应该是 现在也无所谓了 其实很多人一辈子 都在受那个小说呀 电影电视剧的一个影响 都感觉太极拳这个东西很神奇 他们都不愿意踏踏实实去学一些具体能够操作在自己身上的一些练习方法 帮助他们练这个拳 都感觉你如果说能够把这个练习方法 这个什么心法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清楚 那么你这个东西就不是太极拳 太极拳说不清楚 你不懂太极拳 对不对 所以说遇到这一类人呢 我就一笑而过吧 他们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就让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好好的活着就行 我们没必要去打扰他 好吧